你今晚深喉咙 有多深 花多深 俄羅斯老太太 緩緩走下公寓樓梯 手裡抱著一個大湯鍋 看起來像是煮了美食 要跟鄰居分享 但警方調查後才發現 案情不單純 我想住在這裡 為何要住在這裡 因為我被迷惱了狐狸 我被迷惱了 我被迷惱到這個病毒 這一位高齡68歲的薩姆索諾娃 7月底被警方逮捕 懷疑他涉嫌殺害至少12個人 被媒體封為開堂手阿嬤 湯鍋裡裝的 就是其中一名被害人的人頭 更可怕的是到現在為止 湯鍋跟人頭都還找不到 我沒有人家 我非常老人 我放了一個標誌 我認識了 七次思考 被害的是79歲的烏蘭諾娃 兩個人疑似因為杯子沒洗起口角 遭下藥昏迷後被肢解 警方調查他犯案時間長達20年 遇害的大多是租屋訪客 警方先前就曾曝光 他把被害人的遺體 裝垃圾袋丟棄的畫面 老阿嬤失蹤10年的老公 也被懷疑遭他下毒手 更恐怖的是被逮之後出庭 他看似沒有悔意 一下子對記者送上飛吻 一下子開心拍手 看似慈祥的老奶奶 沒有想到居然是可怕的 殺人嫌犯 讓人不寒惡栗 記者正義真綜合報導 暫時不寒以悔意